警方在大角咀拘捕两个男人 检获电话引爆装置 怀疑汽油弹和无人机等 警方说引爆装置和星期日在旺角发现的是同款 邓一文报道 被捕的两个男人分别17和23岁 报清学生和无业 其中一个人由探员押上警车带走 警方说早前收到线报 说有人想制造汽油弹 锁定大角咀一个租住单位 到星期二晚在附近截停两个目标男人 再将他们带到橡树街75号一个单位搜查 行动中检获六个汽油弹 可以制造汽油弹的原材料 包括电油、天拿水、金属粉末等 探员又在单位里面发现一个经改装的手提电话 怀疑是可以用来引爆炸药的装置 同星期日在旺角尼敦道发现的熟同款 和三架无人机和投擲器 警方说曾经去过其中一个被捕人士 在黄埔花园的住所 起出不同的刀、压叉、烟雾蛋饼等 又说会将证物送去政府化验所检验 测试杀伤力 警方又说这两个男人 在8月31号和9月15号 涉嫌在铜锣湾非法集结 有线电视记者邓日文报导 接受掌握游戏新闻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